在我们的节目中不止一次强调过疲劳驾驶的危害 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司机还是不顾危险 喜欢硬撑 你硬撑归硬撑 但是眼皮子撑不住的时候 车祸就发生了 我们来看最近发生在高速上的良起因 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2月16号上午9点左右 G1522长胎高速上语方向 一辆养护车和预警车正在路边缓慢行驶 随后后方驶来一辆大货车 没有任何避让的迹象 一头撞了上去 大货车在接连撞击养护车和预警车之后 撞上护栏最终发生侧翻 车上装载的大理石碎了一地 事故发生之后 高速交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养护车左后方轮胎挡板处严重变形 预警车左侧变形严重 货车侧翻后 右侧车头和车身受损严重 所幸没有人员上网 据了解 货车司机前一天下午三点 装运大理石从福建开往杭州 一路上虽然也找了几个服务区停车休息调整 但在行驶十来个小时中没有好好睡上一觉 结果行驶至事发路段时 熬不住犯困 眼睁睁发生了追尾事故 最终驾驶员由于疲劳驾驶被处以罚款200元 并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下面这位司机铁某同样因疲劳驾驶惹了祸 2月18号上午 他驾车从贵州返回浙江打工 车开到G60护坤高速往杭州方向 大阳滩左侧隧道处时 车子突然失控 冲向了安装有铁马的施工封闭区域 钻到铁马底下才停了下来 在民警与施救力量的合力救援下 事故小车很快被脱离了高速 隧道通行随即恢复 民警对铁某疲劳驾驶的行为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并处以罚款200元不计分的处罚 记者申卫东编辑报道 说到这个疲劳驾驶 还有种情况就是老司机们 由于对自己的身体 包括驾驶习惯 分外自信 觉得我再撑一会儿没关系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民间常说的话 在水里面淹着的 往往都是会游泳的人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甭管是新司机还是老司机 驾驶人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 必须停车休息不得少于20分钟 不过超过8个小时后 还是应该好好的睡上一觉 否则即便每隔4小时休息20多分钟 这身体的疲劳还是无法彻底消除 很容易引发事故 必须停车移动